龙是否真的存在?咱们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,龙到底长啥样? 这个看着像英文字母C,他是龙。 这个看着猪头猪脑,他是龙。 这个看上去羊里洋气,他是龙。 这个看着像条蛇,他还是龙。 文物里,记载着人们对龙的崇拜和喜爱,后来的龙开始摆脱爬行动物的特征,奔跑腾飞起来。 龙的形象从多元走向统一,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。 在十二生肖中,龙是神兽,象征尊贵和力量,在民间寓意吉祥好运。 2024年是贾成龙年,中国邮政1月5日正式发行贾成年生肖邮票,一套两枚。 一枚是天龙行剑,它的形象和姿态源自故宫九龙壁,表现出极庆祥和纳尔福银祥的美好图景。 第二枚是成龙宪锐,普案源于中国传统吉祥文样,祥龙拱壁。 中间是祥瑞二字和文,意义祥和圆满,福瑞安康,非常值得收藏。 为了恭贺龙年,特别发行贾成年中国邮票金,精美浮雕立体在线,让美好祝福变得金灿灿的,清笔金尖。 另外还特别推出了古福临门,福禄兽洗财,六合吉祥,贾成年行龙韵,九龙赫岁国宝迎春等一系列屡龙有关的各种纪念品和文创产品。 这样设计精美,寓意吉祥的文创,非常适合龙年商务往来,客户收到后肯定满意,也可以送亲人送自己,送给龙宝宝,送给鼠龙的朋友。 这套邮票和相关文创产品在河南全省18地市的邮政网点已同步发售,大家可以就近购买,也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商城小程序,其邮商城专区下单,时间数量有限,想要的别错过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